第133集 至于身后的小护卫 看着那才跑了不到一千米就娇滴滴撒娇的叶婉婉 简直是一脸的懵逼 别说十一了 连四叶寒身后的大白虎也抬了她眼皮子 如同在表示笔 叶婉婉也知道 自己这才跑一千米就撂挑子不合适 其实她刚才不过是撒个娇而已 忙对四叶寒开口 不用了不用了 我还是继续跑吧 大不了我跑慢一点 四叶寒猝眉 叶婉婉的双眸尽量的要求 宝宝 你也上车嘛 这样的话 我看着你 我看着你就会跑得比较有动力了 四叶寒面色严肃 你确定没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 我还能坚持一下的 只是刚才不知道为啥 一看到你 我就忍不住了 听着女孩的话 四叶寒的面色明显柔和了几分 于是最后四叶寒也上了车 车子在前面缓缓开着 夜晚晚跟在后面跑 小护卫一直都处在怀疑人生的状态之中 实在没法把那天晚上大杀四方的女魔头 跟眼前这个刚跑了不到一千米 都要死要活的软妹子联系到一起 队长 这确定是同一个人吗 小护卫忍不住地压低了声音 跟十一吐槽 十一正要开口 目光却不知为何渐渐变了 你解满车速了 小护卫摇头 没有啊 怎么了 十一沉吟道 你没有解满车速 那就是 文文小姐的速度越来越快了 正在开车的小护卫愣了愣 随即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 哎哩 真的 都开始抄我的车了 已经抄了 说话之间 叶婉婉已经跑到了车前 叶婉婉一边跑 一边对着车内的人喊 哎 你们别减速啊 让你们家主子 在我的事件前方 不然 不然我跑不动了 是 马上 小护卫面色微红 赶紧加速 话说 一压根就不是他们减速了好吗 靠 不对啊 怎么越来越快了 方才根据他们的观察 叶婉婉绝对已经到达了体能的极致 这种情况下 常人是根本无法加速的 结果看他怎么越跑越轻松了 难道是身体达到了极限之后的反应 有时候身体到达极限后 会有一段时间觉得突然脚步变轻 但这种情况极短就跟回光返照一样 十一和小护卫的想法差不多 但渐渐的神色全都变了 转眼三千米就已经跑完了 中途夜晚晚竟一次也没有再停过 十一看着公里数已经准备喊停 夜晚晚却呼啦啦的跑远了 十一朝着一旁的四夜寒请示地看去 结果自家主子目光专注地盯着车后的女孩 似乎并没有要阻止的意思 于是十一便晋升继续观察了 夜晚晚惊讶地发现 自己不仅没有泪趴下 脚步反而还越来越轻快了 不由地满脸惊喜地朝着车上的四夜寒看去 啊 宝宝 真的好有用啊 我发现 只有你在我的视线里 我竟然一点都不觉得累 哇塞 好神奇啊 四夜寒挟着额头坐在车上 看着女孩意气风发的小脸 牟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连出来陪着跑个步 都能被撒狗粮的十一和某护卫 满脸的黑线 从一千米到三千米到五千米 直到一万米 十一和小护卫的神色 从无奈到震惊到惊悚 最后已经瞠目结舌了 十一看着手里的苗表 咽了口唾沫 扭头朝着自家主子看了一眼 这哪里需要三个月 人家才适应了一千米而已 就已经生龙活虎了好吗 这简直太变态了 其实一开始 她也以为夜晚晚只是力气欲于常人 没想到体能也这么可怕 所以她真的已经没啥可教了呀 结果十一刚这么想着 便对上了夜晚晚亮晶晶期待的毛子 十一教练 我跑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学什么 十一猴头一一 朝着自家主子投去求助的目光 四夜寒看向身旁的女孩 你想学什么 夜晚晚立即开口 当然是实战了 光是跑步肯定没意思啊 让十一带你去训练场 夜晚晚连连点头 好呀好呀好呀 宝宝你不用陪我了 到了真久的时间了 等我训练完了 就去孙医生那里去找你 从头到尾都无法反抗的十一 满头的黑线 训练场 清晨时分 一抹威风吹拂 惬意舒畅 仅剩的一丝睡意横扫而空 十一教练 我来了 夜晚晚换了训练服 将漠染至腰的长发 扎成了一道马尾 看起来英姿萨爽 好 十一看向夜晚晚 艰难地点了点头 十一教练 我们今天学什么啊 夜晚晚期待地问道 这样 今天教你一点格斗技巧吧 沉思许久后 十一决定 一例破千巧 那晚在酒吧的时候 夜晚晚主要是力量上的优势 如果加上格斗技巧 效果将会成倍 夜晚晚满脸的兴奋之色 哇 十一教练的格斗技巧 那在暗卫中是数一数二的吧 文生十一满脸傲然之色 刚想开口说些什么 神色却又迅速地暗淡了下去 在刚成为暗卫之前 他对自己的格斗战力十分自信 从来不惧任何人 甚至数次争夺暗卫总队长 然而 每一次都是败在刘颖的手中 近乎没有什么还手之力 此后 十一才清晰地认识到 他的格斗技巧和战力 至多只能排在二流 总队长的职务 虽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但却从未能够实现过 刘颖像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 横挡在他的身前 虽说他如今已经是总队长了 但却也仅是赞代 不久后 这一届暗卫队长的选拔赛开始 他还是会同往西班 同样败在刘颖之手 如今暗卫赞代队长这个身份 于十一而言并非荣耀 而像是某种魔咒 时刻提醒和讽刺他 十一教练 叶弯弯见十一神色难看 促眉道 哦 没什么 十一回过神来 将心绪收敛 看着一身训练服打扮的叶弯弯 格斗技巧 那既是西方的称呼 在咱们国度 又被称为武学 是一种或拳脚或兵刃 对于敌人严厉打击的手段 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啊 叶弯弯汗手 十一一本正色 万万小姐那是自然 在所有武学之中 最厉害的又称为杀人计 杀人计 叶弯弯看着十一来了兴趣 不错 杀人计顾名思义 就是为了杀人所闯 修炼到极致 一招一拾 皆能取人性命 招式果断狠毒 普通人根本无法抵挡 叶弯弯脱腮沉思 片刻后 那如果杀人计遇到了枪呢 十一噎住 这还能好好学习吗 杀人计能挡得住子弹吗 叶弯弯认真地开口 应该不能吧 那杀人计再厉害 厉害得过枪械吗 叶弯弯又问 十一再次无言以对 应该不能吧 那你给我一把枪不就行了吗 叶弯弯弯 满脸古怪 温弯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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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 给我一些 不就用不完了吗 叶婉婉振针倒 当下十一盯着叶婉婉 目瞪口呆 嘴角微微抽动 似是想要说些什么 可最终却一句也反驳不出口 十一咳了两声 转移了话题 婉婉小姐 时间不早了 咱们去训练室学习武学吧 最终十一只能转移话题 再这样聊下去 他可能会发疯的 此时夜晚晚和十一 并肩朝着暗卫的训练室走去 半路不少已经起床活动的暗卫 纷纷朝着十一打招呼 十一队长走 队长走 几名暗卫聚在一起 眼看十一现身 开口冷笑道 尤其是队长二字 喊得格外重 十一蹙着眉 好似未闻 摆什么臭架子 还真拿自己当咱们暗卫总队长了 小伙伴了 马上便是这一届的暗卫队长选拔赛 他那个暂代队长 还能做多久 这一届暗卫队长选拔赛 又是一出好戏 据说前不久 刘颖队长又训练了几名实力不错的新人 准备让几名新人争夺暗卫分队长 到时候 十一元先分队长的位置都怕保不住了 还妄想当咱们暗卫总队长 他凭的是什么 不过 我还真有些奇怪啊 十一这段时间 一直是和夜弯弯那个女人在一起 难道是想巴结夜弯弯 保住她暗部队长的位置 开什么玩笑 暗卫队长是公开选拔的 谁的武力最高 谁上任 可不是靠某些人的一句话就能上位 不过那女人似乎有些古怪 上次连流营队长都被她给上了 难道十一是打算让她交她两勺 某暗卫疑惑 剩下几名暗卫纷纷冷笑 那女人啊 不过是有一身蛮力 仅此而已 那碗在酒吧 如果不是看在主子的份上 刘颖队长一拳就能把她打死 嗯 走是不走 那女人的口身可是主子 刘颖队长哪里敢还手啊 别说夜弯弯还有一身力气 就算是个普通人 任你实力再强 光被打不能还手 也得被打成重伤啊 不远处 十一双拳紧握 面色阴沉的仿佛能够滴出水来 几名暗卫的闲聊 从未可以压低声音 自然被十一听在了耳内 的确 正如那几名暗卫所说 这一届的暗卫队长选拔赛 她不可能会胜过刘颖 刘颖前段时间培养了几名实力不俗的新人暗卫 目的正是为了分队长的位置 或许 此次的选拔赛后 她连暗卫分队长的位置 都要被旁人抢去 沦为暗卫最普通的一员 十一教练 我相信你可以的 夜晚晚见十一的脸色不太好 安慰到 十一点头 谢谢晚晚小姐 我一定会努力 十一的语气虽然坚定 可双眸内却有些暗淡 明显没什么自信 片刻后 十一带着夜晚晚来到暗卫训练室 队长 队长 几名正在训练的暗卫 见到十一后 立即跳下擂台打着招呼 这几个暗卫 皆是十一暗一分队的暗卫成员 对十一忠心耿耿 弯弯小姐好 弯弯小姐好 旋即 几名暗卫朝着夜晚晚到 你们好 你们先退到一旁 今天我要教弯弯小姐 一些格斗技巧 闻声 几名暗卫用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 忙坐在了远处好奇的观望 擂台上方 十一站在中央 弯弯小姐 武学的初步并非攻击而是防守 今天我先教你如何防守 全听十一教练的安排 夜晚晚笑道 好 我示范给你看 嗯 你先用尽全力对我攻击 嗯 好 夜晚晚点头 刚欲出手 十一却又忽然道 啊 等等 万万小姐 你先别用全力 嗯 用六分力气嘛 想起那晚夜晚晚在酒吧所施展的力道 十一难免心虚 况且他这伤还没好拳呢 嗯 好的 说话间 夜晚晚握紧拳头 一拳朝着十一打去 啪 十一速度极快 转瞬之间 一把握住了夜晚晚轰来的右拳 文文小姐 你看 哎哟 十一稳稳拦截住夜晚晚的攻击 随即刚欲开口指点 几乎是本能的 夜晚晚左拳挥动 打在了十一的脸上 当下十一捂着脸 后退几步 万万小姐 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十一揉了揉自己的老脸 杀人计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难道还要按照套路出牌吗 夜晚晚有些疑惑 见状 下方几名安卫哈哈大笑 这玩玩小姐的悟性 未免太高了一些 莫名其妙 便让他们的队长十一 吃了个小亏 这次换我攻击你 你要像我之前那样 进行防守 十一的 好 夜晚晚表示明白 当即 十一上前竖步 右臂上阳 一拳朝着夜晚晚风去 十一已经刻意收敛了力道 控制在不会让夜晚晚受伤 然而 这一拳刚刚挥出 夜晚晚几乎是本能的 又一掌 拍在了十一的身上 十一无语凝夜 说好的只防守呢 为什么要打我 这 温文小姐 咱不是说好了吗 你是防守的一方 十一有些无奈 嗯 十一教练 最好的防守 难道不就是进攻吗 夜晚晚沉吟片刻后道 说完 还一副 你到底会不会交的神色 看着十一 十一已经不知道该说啥了 几名暗卫笑得前仰后合 这位夜小姐的武学悟性 着实是有些高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